经纪公司的解约事件之后呢 韩庚就很少在公众前曝光 日前韩庚现身娱乐现场大本营 宣传王老吉的亚运推广歌曲 亚运有我精彩之极 当天的娱乐现场进水楼台 独家跟拍了韩庚从中午到深夜的工作花絮 而在这忙碌又紧张的八个小时工作当中 韩庚还能够时不时的忙里偷闲找乐子 丝毫看不出解约事件对他的影响 前一天才从西西兰回到北京的韩庚 在活动当天准时到达娱乐现场大本营光信传媒 还没喝口水休息一下 韩庚就开始化妆 期间又和工作人员确认活动流程 直到好友谢南来探班 他才开始第一声说笑 作为王老吉亚运推广歌曲 亚运有我精彩之极的演唱者之一 韩庚当天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和周比昌一同出席该歌曲的首唱会 由于歌曲的录制和MV拍摄工作 韩庚和周比昌都是分头完成的 为了确保当天第一次一起合唱万无一失 跟好朋友谢南没聊几句 韩庚就趁着吹头发的时间 抓紧时间进行最后的练习 这里完成首唱会的表演后 韩庚迎来了当天最忙碌 也最难应付的一项工作媒体采访 无论是去年解约事件的起因 还是目前的官司进展 以及对未来的新规划 韩庚都一律一笑了之 不正面作答 但他亲切的态度也让媒体没法生气 而遇到穷追不舍的 韩庚还有一套更灵验的方法 那天韩庚的最后一项工作是为精品购物指南拍摄新一期的杂志封面 在等着摄影师调整灯光时 忙了一天的韩庚也没闲下来 竟在摄影棚的一角带着工作人员运动起来 看韩庚这架势也不像经常打乒乓球的 虽然打得不好 但却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 丝毫不担心随后长达三个小时的杂志拍照 直到晚上九点 韩庚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而此时 韩庚的眼睛看上去有些红肿 我们跟着他拍摄了一整天的编导 刚想表达一下慰问 就被他的一个举动弄得哭笑不得 就不是很累 只是现在时差还没有倒过来而已 那今天那个感觉怎么样 你清了 玩笑归玩笑 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到晚上九点 韩庚当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八个小时 而这一天 韩庚早上十点起床 吃了点东西后 也一直没空吃口饭 挺想去我妈那吃饺子 因为有可能去我妈那儿 饿了 实在饿了不行 一直都愿意吃那个 酸菜 酸菜饺子 现在有蒸饺子 特别好吃 大厨 颜色 我的梦是 现在睡了 回家睡去alar 吃饭 吃了 fitness 吃了饭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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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吃了